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俄国史上三位女沙皇,第一位是大众情人,第三位却向各娼妓俄罗斯,现在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,在过去这个国家也经历过封建帝制时期。 当时的俄国被称之为沙俄,俄罗斯能从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莫斯科公国,扩展到现在国土面积辽阔的俄罗斯,沙皇宫不可没。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俄国历史上三位女沙皇,第一位是大众情人,第三位却活得像个娼妓。 一、叶卡杰里纳一世,1684-1727年,叶卡杰里纳出生在一个农奴家庭中,少女时期曾是一名洗衣工,那时候的叶卡杰里纳,在外貌上可谓倾国倾城,足以让埃及艳后退让三分。 不少人都被她的美貌征服,成为她的群下之臣,所以她又被后人戏称为当时的大众情人,而叶卡杰里纳也凭借这一美貌,获得了当时沙皇彼得大帝的宠爱。 1724年,叶卡杰里纳被立为皇后,一生为彼得大帝生下十一个孩子,但最终却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于世。 1725年,彼得大帝世世,叶卡杰里纳在全臣缅西科夫的支持下,登上沙俄地位,成为沙俄历史上,第一个女沙皇。 她在位期间,曾与奥地利组成反法同盟,守护了沙俄领土。 1727年,叶卡杰里纳因病逝世,立下遗嘱让彼得一世的孙子成为沙皇,史称彼得二世。 二,安娜一世,1693-1740年,安娜是彼得一世的。 是教学,致力于架空本乡派实力,最终也因此树立了大量政敌。 1740年,安娜米坏重病,最后撒手人寰。 临终前让自己姐姐的外孙伊凡接棒,成为下一任女沙皇。 三,叶卡杰里纳二世,1729-1796年,叶卡杰里纳二世,原名叫索菲亚奥古斯特,她出生在德国,回国后改名为叶卡杰里纳,并成为了皇妃。 为了获得国民好感,叶卡杰里纳二世,不断学习俄语和沙俄宫廷礼仪,这一系列举动,也让她获得了沙俄贵族的信任。 后来,叶卡杰里纳二世的丈夫登上帝位,但很快就被叶卡杰里纳二世推翻,而叶卡杰里纳二世,也继承了丈夫王位,并前面实行独裁。 她拥护浓浓制,但也编转新法典,对沙俄历史发展起到消极影响的同时,也带来了一定的积极性。 值得一提的是,叶卡杰里纳二世很放纵,考证记载她情人很多,高达二十多位,私生活活得像个娼妓。 当时她还对清朝的雍正皇帝心存好感,将雍正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。 而这个曾让整个欧洲都大为惊讶的女人,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病魔的折腾,于1796年逝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